紫料重口味 迷人又上头 订阅寓言和甜语每天学点新知识 沁料作为紫料里的重口味 历来争议很大 有人喜欢沁料 因为它有幸好 盘玩趣味强 有人对它避之有恐不及 因为它神鬼莫测 风险极大 一招赌错 翻身代价太大 新手玩家望而却步的原因在于 不知道什么样的沁料是好的 什么样的沁料风险小 好的沁料酒放不干 沁料有全沁的 半沁的 有僵性的 煤僵性的 黄沁 红沁 不同的标准就有不同的划分结果 不管哪种分类 沁料有个最底层的标准 也就是它的油性 很多人不喜欢沁料 就是因为看到的很多沁料油性都比较差 反碱很严重 表面反碱 或者放置一段时间后就会看起来很干 这正是大部分沁料的常见问题 而好的沁料预性非常好 沁色就如同油皮般的温润 即便放置很久 它一样看起来细密油润 不会发干 更不会反碱 好的沁料外表有讲究 大部分沁料都比较干 颜值比不上红皮白肉 表面容易有黑点 裂 浆等 沁色往往深浅不一 过度无序 还有很多沁料皮色给人一种暗沉的感觉 好的沁料颜值上要过得去 表面上瑕疵要少 黑点不多 裂、棉、浆等都比较少 这样的沁料才是比较有收藏价值的 要说市场上 能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沁料 也着实不多 裂、是沁料的最大杀手 尤其是活裂 切开后里面的玉肉几乎都很不理想 有些沁料表面上看起来让人嫌弃 但你不知道它内里是美还是丑 这块沁料颜值很一般 皮色不干净 可能很多人都看不上 觉得它风险太大了 可能玉料切开后里面不是火龙果 就是窜黑糖 但谁能料想 它里面是像烤山玉这样的诱人 好的沁料最好也别切 沁料堵料 几乎是十读九书 残酷程度可见一般 即便是那些皮色干净漂亮 外形完整的沁料 最好不要去切它 表面看是好沁 切开后是垃圾 此类悲剧实在太多了 有时候沁料切输了也无需太绝望 有些沁料玩法还是可以拯救一下的 比如一些玩家或者玉雕师 在沁料切垮后 又在沁皮上下了一番功夫 玉肉虽然都是火龙果 但把中间掏空 光完沁料的皮 也是一种有创意的玩法 如果沁皮够厚的话 还可以用来车珠子 切亏的沁料直接扔掉确实有些浪费 如果皮色漂亮 条件又合适 最好还是想办法补救一下 当然 为了避免这些本可以避免的麻烦 玩沁料尽量玩皮或者浅雕 原则上是能不雕则不雕 能不切则不切 好沁不便宜 便宜的好沁不要买 俗话说 白玉易得 好沁难求 好的重皮色沁料有一种独特的老熟性 尤其是满肉满沁的老熟沁料 它那种独特的质感 是很多料子无法相比的 拿在手上就似一坨油疙瘩 把玩起来很舒服 所以很多玩家都被沁料这种老熟给征服了 但完美的沁料很少很少 价格很贵很贵 所以 玩沁料要明确一点 好沁不便宜 便宜的好沁不要买 感谢观看